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的 因为大浪投杀每年在向甲的正赛之前都有预赛 给去年将组的队伍还有新组建的队伍一次互相搏杀 来冲击当年度向甲的机会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云南这位小将 对老牌特大师柳大华的对局 红方名字叫做郭昌岳 他是可以说青年棋手 前两年还打了上年赛 云南队这次也是以云南省齐飞行中心为主 组建了云南队 好 红方走向南竞舞 飞向局 黑方也是选择了左中胖 左中胖 对 跑八平五 飞向局呢 它的特点呢 可能大家应该说也比较熟悉了 主要是以柔克纲 一翼待劳 以精致动 往往是形成这种局面型的这种战斗 是 就是说红方呢 向一飞起来以后呢 这个阵型的比较结实 对 张老师这个左中胖是不是 其实我们最初第一选择的一个走法 现在也很难考证到底是第一还是第二了 对 总之呢 这个左中胖呢 在八九十年代的一度呢 是比较流行的 这样 因为呢 认为红方呢 你既然走向了 你当然说你要是第一步走跳马 他走中胖肯定是不好的 对 因为你这个中向定型了呢 那黑方呢 就希望呢 从中路上的牵制礼 是 这个呢 也是符合其理的 但是呢 同样是环中炮呢 环哪个方向呢 是非常有讲究的 对 左中炮呢 就是相对来讲呢 比较合理 为什么呢 你看 红方一跳马 黑方一跳马 红方拘这么一出来 黑方一出拘 对 这个四向的方向呢 就说的 有利于这个黑方真行 就说这个向的方向 那如果要是这边的向 你要是走左中炮 你就吃亏了 因为你看再跳 再跳 跳马 再出 再跳 你让我再跳 它最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不管兵足 相互考虑这个因素 对 它以后这个知识 这个局又可以这么的出来 红方这局正好顺势 从类局出来 对 所以从基本阵线上来看呢 如果这个走反方向了呢 就更容易吃亏 所以走左中炮呢 是走中炮呢 比较正确的走法 对 就是走炮八平五 但是说有的七轴 也故意走炮八平五 你知道有一个典型的这个战力啊 在1984年 这个全国个人赛上啊 当时这个李来寻啊 河北李来寻 可以说是风云人物 但是他的对手 来自甘肃的这个老的西北西方 前空发就故意走这个炮八平五 这时候 他是打一个心理战 或者说那个时候呢 可能对这个整体的这个阵型啊 还没有那么清晰的这种理念 对 并不是说起手认识不到 但是他可能没有现在这么清晰 那后来在这个交流的时候呢 这个钱老师就说 我故意走这个炮 就是想打你错误不及 还果然战胜了李来寻 李来寻后来 这也是比较 李来寻后下的有点遗憾 那这是一个心理战术 对 马上就在 河一方是马八进七 红旺出局 北方就有平板 对 这个局面的情况下呢 就包括第二部棋 都有拱三兵的 这个最早也都是我走的 因为最近几年呢 我也走飞向旗呢 走的比较多 对 先拱三兵的好处呢 就是能够把局面 引向自己的熟悉 这方面避免黑方拱七族 对 但是呢 先拱三兵就是丢着中兵的 这个也是各有利益的 是 那许云川呢 在这个向导当中 也运用了先拱三兵的 这个战术 对 那这盘旗呢 这个小将呢 还是走的比较 常规的这种走法 是 就是他布成了先手平马 然后来看对方怎么去 定型 那现在呢 最为流行的呢 是黑方走足七进一 红方 黑方 兵七进一 对 因为这个兵拱起来 总感觉你要拱 双方的对拱一个兵 对 因为你这个兵要把这个马走 因为你如果走其他的招的话 对方容易 将来有可能先两头蛇 这儿红方两个马 都受到克制了 对 这个飞向局一般是 不会允许对方走两头蛇的 是 然后黑方这时候走 帕尔平三比较多 对 他为什么先走帕尔平三呢 这个都是起礼 这个是对平鸿马 武器炮阵型的一种再塑造 是 因为原来的阵型是这样的 就等于这边是黑方是红方 黑方走马二进一 有一个马二进一 这边马五十号 红方也有走向三进五的 对 那为什么说红方多了一步向 黑方很多其中也乐于走这个旗呢 因为走帕尔平三以后呢 他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一般红方都是马七进八 然后他马七进六 来直接呢 对红方的这个中兵呢 产生威胁 采取这种中路上呢 反击的这个策略 是 但你要马七进六 你这个马 人家马二进一跳 你正好这个马呢 没有脚啊 对 这个旗就不太好 这样 但是说也不能说红方不能下 这个就说红方的发展的空间就小了 我最早就下过这个旗 我跟李欣老师特别早下了 在九六年就下过 后来这个旗下河了 这个旗后来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对 但前不久呢 我看那个赵金城啊 老补翻新 对那个才艺吧 对啊 出局 然后他就这么一走 然后对方呢 可能没有什么准备 然后这个临场啊 应变不对 还让红方占了优弱 他这个旗呢 就旗子轮的红方是没什么太大便宜 对 我看来照这个飞翅上对中炮这个布局真是变化很多 对啊 因为它是等于类似于平鲁马 就是又感觉像中炮对平鲁马这个开局是 对 它呢跟平鲁马呢 基本上是同型的 但是不同之处呢 最主要是红方 红方多飞了一部像 对 多飞了一部像 这部旗的定型 黑方作为后手来讲呢 怎么最大程度的去争取呢 利用它的弱点 对 而不能去发现它的优点 发现优点就越走越亏了 是 红方也是看怎么能争取这部飞像 是多一个 让它的这个机器作用 降低一些 对 红方 接下来拱三变 黑方选择炮二平四 对 就成一个五六炮的这么一个阵势 对 五六炮的阵势呢 恰好对这个补像啊 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对 就是将来这个有一个炮车机用的串塔 大家记住啊 对于我们管道爱好者来讲 这个五六炮的阵型呢 最主要这个炮的灵活性 其中这个点是一个最主要的点 对 所以红方在布置自己的兵力的时候呢 必须要注意到黑方这个反击 对 黑方也 出局 你看啊 它这个五六炮形成以后呢 你两辈炮都不能进炮风局 炮八进次 人家正好有个炮四进五穿的 炮八进次肯定不行 是不是 对炮四进五 这么一进 你这个红方麻烦了 就是要丢死 对 那你同样进这个炮呢 你也有顾忌 但是有人强行进这个炮 对 炮二进次 但是呢 它进这个炮的旗呢 它是建立在一种啊 这个弃子的这个四路上 对 这时候正好就不能炮八平 九队区了 对 因为你按你常见的阵型 对 正好去八进二看上 正好黑方这四路炮发挥作用 对 正好还有个炮四进穿着 这个金炮一打 红方丢紫了 对 左右 打紫 所以五六炮 红方阵型上缺了一首试 对 所以这八平九不行 八平九不行呢 最后红方呢 如果要是走 补这个试 这没意思 人家一吃你回来 人家又把你拉住 对 这个你走来走去 红的一无所得 所以说这个企业 最后红方呢 这个研究出了这个方案呢 就是补这个试 十四九 然后他也吃冰 然后红方先炮一瓶五 打一浆 先浆一浆 或者说有的也有的不浆 对 也有爬一浆二 先整这个泡 然后将来你要吃呢 他有这个瓶泡打相 就这个思路 对 这个就说的能够 这个是弃子 弄弓的一种打法 所以说呢 这是一种呢 变形 那么本局当中的红方 也没有采用炮二斤四 对 还是走的比较 先补了一种试 规矩 先把试补起来 把试补起来呢 先看一下这个 对方的这个协调子力 然后黑方走 局二斤四 局二斤四 这个地方呢 红方就走泡花瓶酒了 对 平炮队居 因为这个地方 黑方要来对这个组 红方不能让他 这么顺利的对组 黑方把局躲开 对 他走了一个G二平四 最近几年呢 这个江苏队啊 有几位选手啊 走这个布局比较多 对 他们呢 走G二平四的时候 他们都往往走G二平六 是 然后这两步棋 有什么微妙的区别 那肯定是有差 G二平七 他的阵型不一样 是 他最主要的这个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呢 就是说 红方这个马的去向 你不能马三金四登居了 走不到这个利用 是 走不到这个利用呢 这个棋的变化呢 就不尽相同了 是 他走这个的特点呢 就是你将来 就终于多了一个马三金四的选择 对 你算齐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红方这个马三金四登 当然他现在不能登 对 现在登是后手 你尽码人家平居 你还在在寻 寻和宝 你将来你也 你这个拉住呢 你也不能 不能泡尔平四 对 所以说呢 原来传统性的招法 都是走巨二平流 但是江苏队呢 以这个王斌啊 还有这个 就是他们那个 王斌 成明 李群 李群王斌他们走得多 成明他们一般 非常这么走之少 这样 他都选择巨二 王斌李群 他们那个几个人走得比较多 他们一般 还有那个朱小虎 他们这几个喜欢这么走 是 对 我跟他们几个人都下了好几盘了 好像跟他们每个人都下过一盘 江苏队的这个 对 巨二平六呢 和巨二平四呢 确实同中有异 还是有些微妙的差别 那这个棋 红方传统呢 都是巨八金四 对 直接巨八金四 现在黑方就不能去对足了 对足你一拱叫他 正好有个马三架打虚 对 他马三架 这个 当然正好是除了巨八金四以外 也可以走 趴二平一 趴二平四 这个棋 这个棋 我们也讲过 这个棋最早呢 也是一个很奇特的这个构思 黑方来拱足 红方走 巨八金四 黑方在拱 这个编足 然后红方呢 再把这个炮退回来 再退炮 对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这个走法 因为这个棋 大家看 如果再走巨八金六的时候呢 红方恰好有一个进马登区 将来有拱三兵的先手 对 这个棋的感觉还是红方呢 比较有利 是 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就是红方退回来 就是他炮二平四的意思 就不让你巨八金六点 这个退回来呢 黑方又有办法了 黑方走炮了 这个赵欧荣和 郑威同呢 好了赵欧荣下出来 对不起了 对 布局上呢 基本上军事 是 就是说你一拱 让他一吃 你一笑 他有个炮五平八 平八对 红方这个棋 也没办法 也只能在 对这个局 对 巨二平三一对 红方呢 保持呢 略微有一点小先手 然后又要再补个像 对 但是这个先手呢 就比较微弱 是 尽管这盘棋 也是红方郑威同 战胜了赵欧荣 对 但是呢 这个布局阶段呢 黑方呢 基本上争取到了 这个军事 对 就这炮五推一大家 好好体会一下 就这个走法的 可以说呢 这个基本上呢 可以顶住 红方的先手 对 那么本局当中呢 这个云南的小将呢 小郭呢 他没有走 这个炮轮四 他走巨八金四 最传统的 这儿呢 就黑方就巨八金六了 进行这个反击 进行反击呢 就是准备 将来有平局压马 这儿呢 双方呢 又是进行了这个 基本上到了这个 中局的这个战斗 对 那么到底 红方 怎么去挑战 柳德华老师呢 我们稍后呢 再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将接着给大家讲解 全国向下联赛 预选赛 男子组的精彩对局 走到这儿呢 红方呢 这个棋呢 郭昌岳这个小将呢 他就走了一个炮平衣 对 直接平炮对局 这次云南队呢 也是有些可惜 这个 因为我前两天呢 正好去那个 男子向甲的赛场 是 碰到了几位云南的朋友 他们正好是做那个 勇子 他说他们单位呢 也是资助了这个 云南向地队 来征战这个 男子向甲 正好打到第四名 他要不说呢 我还真没太关注 他说这次这个 男子甲联赛啊 就说他取前三名 他们差了一点点 他是这么跟我说 他就说这个云南队呢 他其实今天 这是最后一场 第七轮的时候 他们是对阵了 这个湖北队 对啊 湖北队 以7比1大胜云南以后 获得了预选赛第一名 对 所以说他们也 之间是个竞争的 一个关系 就是说云南队呢 他这个 这个成队的这个历史呢 也是比较悠久 对 因为这个最老的 这个北京的知青 何连生老师呢 是 就在云南队呢 扎根了 后来呢 带起了一波学生 但是后来呢 这个 整个云南省呢 这个作为 这个祖国编辑的 这个省份呢 爱好者还是非常众多的 是 女队成绩是比较好 女队 接下来出现了两位冠军 两位世界冠军 有这个赵万芳 还有这个 党国雷 两位特大 对 但是这个男队呢 后来呢 也是由于这个 人才呢 这个没有得到 很充分的这个 发挥 对 那就是目前来看的 这个男子 云南队呢 这个冲向甲呢 也是没有结果 他第一届 他们是在向甲圈里边 是 炮二平一 这招棋呢 应该说是整体上来看呀 这个洪方就卸劲了 是吗 这个棋 其实挺自然的 好像 就是这招 你看这中局 正好一进去 然后炮二平一对去 但是对完去以后啊 这个棋 红方啊 就是 整个这个先手啊 就不太容易 发展了 这个棋 红方的一般 想象的先手 还是走兵酒级一 对 兵酒级一 这个战斗呢 比较长 是 因为这儿黑方 如果走 足以级一 这个普照 如果走一级一 对 红方如果拱掉平板 红方如果积极 狠一点就把它打掉 对 你压马我再回来 这儿红方是一个 对相先手的棋 这个棋呢 还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红方呢 临场当中呢 这个看似自然的 也算正常的 泡手平均呢 黑方就接受了 这儿红方的先手呢 就不好发展了 是 最主要是什么呢 对方下不齐 这个平均一捉 你这个马 这马二进三 好像很尴尬 人家只好有个 七八进三捉霜 霜到捉不到 对 我可以推向 是 但是推向以后呢 你这个马炮 暂时都不好动 他可能怕这个 将来这个 不好行动啊 这个子力受负担 比如对方走过 炮次平三 什么呢 足三进一 都可以 足三进一啊 主要双马炮 都被一个狙拉住了 对 所以说红方呢 这个 有点不太情愿 这个棋如果 适不知 轮到红方走 还可以 对 有一个退马 这个马 能够投挪出去 还行 那这个棋呢 就是子力受签了 黑方这个鞠呢 比较厉害 所以说对方一捉马 红方又马二进四了 就被迫呢 马在 走 走这个 这个地方啊 这个黑方 有道华老师 走的是炮五瓶六 他可能先 石榴击补了 他石榴击补了 对 补了他走什么呢 冰柳金亚 对 他走了个冰柳金亚 他又炮五瓶六 这个地方 可能黑方 比较积极的 是不是可以考虑走 炮四瓶三 直接炮四瓶三 对 这么走 因为你 现在不可能去拱骑兵 把自己拘挡住 对 我还有足三锦衣 这种反击 所以说 瓶过炮了以后 下不及 就盯着这个七路兵嘛 是不是以后 可以直接炮三锦衣 把兵打出来 对 需要的时候 我就可以打点 对 打了以后 你这两个马都上不去 可能 之所以不走平炮队区 是因为 洪汪这两个马 这样对完区有很别扭 对 就以往的实战中 洪汪走炮平一 是很少见的 比较少 对 对 我高手呢 我基本上 真没怎么见过 是 所以洪汪现在这拐脚马 很别扭 这个期 就说我们这个 来自云南的小将呢 他可能呢 没有接受过 这种系统的训练 对这种阵型的 子力的协调啊 这种配置啊 就是这种拐脚马 对 一般呢 我们是 专业骑手是不愿意走的 是 或者很谨慎态度 因为这种马一走啊 你拐 拐不出去 对 就容易受制 是 主要这个没有位置 没有位置 对 马思琴专也挑不上来 对 但是柳德华老师呢 这个临场也可能 也没有想到 马上就这种反击 他走的比较稳 对 他是想的是比较稳妥的 那柳德华老师呢 他本身对左中炮这个棋呢 他也没有太深的研究 他之所以走左中炮 我想他可能对这年轻的选手啊 是想求变 因为他觉得走左中炮复杂一点 对 也是对小棋手一个考验 柳德华老师呢 平时呢 好像对付飞向局啊 还是以视角炮啊 什么这个 对足 拱旗族啊 这种比较多 对 所以说这个阵型呢 这个可能柳老师呢 可能平时研究的 也不是那么深入 所以他就是 大概其 他这种走法呢 也还可以 很稳健的一个走法 他也还可以的 但是可能不是的 最好的走法 对 尤其是这个 预选赛最后一轮的时候 他们是 要拿 拿前三名 才能进入 男子联赛正赛 所以说要下的 比较稳健一些 然后红王兵九级一是吧 对 红王兵九级一 黑方走了一个炮五瓶六 对 也是想针对红王 这个拐脚马 做些文章 这个棋啊 正好黑方这个炮与拆啊 对 针对红王这个拐脚马了 正好红王呢 有机会呢 来腾头 是 这个棋就走什么呢 就走兵武军就可以 这个马就 正往上中站走 直接就 后马四季五这个位置 这个棋呢 就是说 你因为你中炮 移开了 对 你对我的这个中路 就威胁小了 我正好这个马 下不棋可以 跳到这里去 看着有点拳 实际上红王的阵型 也是比较结实的 对 那这也是一个互产的一个局面 对 就是红方应该走这个 形势呢 不差 对 这是一种思路啊 嗯 然后红方实战呢 他走的就比较弱 他走了一个炮一平三 对不起不好 嗯 他想象也是 不让我们黑方足迹精英对除吗 他是这么考虑的 然后但是黑方也是 直接就向秦敬武补了一手 然后补了一手相 对 他也是不担心你炮三斤四 嗯 炮一平三呢 就是你走了以后呢 你还是应该这个 继续走 但这个呢 黑方呢 其实除了肖心进武以外 也有局八平六的这个功法 可以像局八平六 嗯 那他是不是只能 马四相 只能再 只能再回来 对 你要进二的话 他再捉你 你这个马很痛苦 哦 那马二退三再回来呢 那你只能 只能再回来 对 对方还有一个捉法 就是这么捉 这么捉 你只能退炮 对 退炮 嗯 退炮 其实他的意思挺明确 他现在飞向 以后可以 泡六推二 泡六平九 他是有这么一个 退炮腾挪的一个机会 对 反正这个棋呢 就是护缠 对 护缠当中呢 就是你需要呢 这个子力协调都要好 对 尤其是张老师 这种护缠的局面 嗯 对峙的局面 是最考验小棋手 年轻棋手 是 那这方面还是需要多加强一些 嗯 然后 这种棋呢 就是说你得下得多 体会多 对 是 呃 他跟这种直接两个人对攻的棋又不一样 你看双方这个子都没过河 啊 这个 运筹为我 对 这时候黑方比较稳 他就飞了一个相机进步 嗯 嗯 呃 周庄呢 这次呢 承办这个 南甲预选赛呢 据说办得也很很不错 对 周庄这个地方呢 大家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 他是江南的第一水乡 是 他今年办了一个男子预选赛 对 张老师 你以前去过周庄 对 他那边比赛是 是怎么样的呢 呃 这个周庄啊 应该说这个 就是江南的这个格调啊 正好是在苏南嘛 哦 这样 他是隶属于这个 昆山市 嗯 这个周庄镇 嗯 然后那个小桥流水啊 有这个集市啊 有这个人家 他是一个古镇啊 嗯 当年这个清朝期间呢 一个很有名的沈万三 嗯 那是当年的啊 这个富豪吧 就按现在的语言来讲呢 就是当时的这个富豪呢 就从那里出来的 是 那的人呢 就是江南那个琴调很足啊 小桥流水这种感觉 那么周庄也是一个旅游上帝啊 我也曾经多次去 另外周庄呢 曾经搞过这个海峡两岸碑 哦 对 相机大师这种 这个派局赛 对 我曾经都去了五次这个比赛 哦 所以对周庄呢 也是非常熟悉 也比较有感情 那里呢 这个风土人情啊 那种江南的那种情调呢 还是比较享受的 就是适合人的这种休闲 那旗风也很瘦啊 这个赛事也很多 对 周庄的当地的这个爱护者也很多 而且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啊 还有这个一些企业啊 对象棋的文化呢 也非常的喜爱 对 所以说这个 我们这个象棋呢 在很多地方呢 也都是一个受到广大这个人们喜爱的这个项目 是 那黑方呢 看看这个棋 接下来就是 嗯 红方飞了一个象 然后 呃 红方这个时候 可能按张二宁说的 是不是还走兵五七一 对 好一些 这个棋 为自己的拐脚马 腾一条路 对 你也腾有子力 对 他现在走了一个兵三七一 对 他是 他是想尽快 把自己的右翼给 问题给解决 要求他起了一个组 但这个兵太大了啊 这个 就是看我们这个年轻选手啊 对这种相持局面下呀 嗯 他怎么理解这个棋 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刘老师 这个残局 是如何选择 他 这次 红方是平均 对局 这可能当时啊 对方毕竟是一个年轻的选手 嗯 可能对阵这个老牌的冠军啊 太紧张了 对 也是想讲话评论 这种棋啊 太委屈了 嗯 因为什么呢 这种棋明显吃亏 黑方足吸引 好 因为这次比赛应该是 没有定台次的 对 不定台次 他可能 这个 很难得跟冠军级特大下 他可能第一次跟 这个 冠军级特大 这个在正式比赛当中 对阵 所以这个难免紧张 想委屈求全 但是这个棋呢 呃 还是亏了 因为这个足啊 逼得太大 对 正好黑方的这个 七路马也活了 而这时候黑方选择 冰山积一 这个 全局最大的一道棋啊 他下部棋准备 对 炮子平三啊 把那个七路马都控制住 对 你这个马暂时没有脚 这个再不活 嗯 黑方呢 这个马很好 两个炮呢 也可以随时来 这个 组织这个进攻啊 对 然后红方这时候就炮五进四 然后吃冰 红方这个棋 可能还是先炮 先冰冰冰比较好 对 那黑方 黑方这时候 还是也可以走炮四平三 炮四平三 对 走了一个炮六平八 这也可以 这也占有啊 然后红方是对兵 嗯 然后黑方就换条 这个棋残局呢 炮八军四 然后 然后黑方是 红方像激进五 他飞了个像 飞了个像 黑方也是比较细啊 走了一个 这个棋 偏慢 还是应该炮四平三 对 炮四平三呢 什么好处呢 瞄着他马 你马动我 斗你中兵 是 你不理我 就拱七组 对 这个七组拱过得太大 就是说黑方这个 双马双炮的 这个位置好 这个棋呢 还走得缓了一点 但是红方这个时候呢 红方选择冰五进一 他也调整的 不是很有力 对 黑方炮四平三 嗯 而这时候可能 红方走个炮三平四 稍微好一点 对 他只能炮三平四 对 然后这样 你要是族群一过冰的话 他有个马上针四 对 可以一个解救 你跳 他我也在往上跳 对 这样我子力还比较活 虽然这个局面 也是很危险啊 但是也是 这个残局啊 是这样 就是说呢 给大家一个印象呢 同样双方都是四马炮 对 冰族也一样多 嗯 但是这个位置呢 最主要是什么呢 红方这个位置啊 受牵 受控制 是 所以这个棋呢 就比较困难 而红方呢 可能在临场当中呢 他也是比较慌乱 他走了一个快有推一 他想尽快把自己的七路马走过 想 他是想威胁他 让他跳进来 他的意思是 你跳 我也跳 你吃 我也吃 是 但是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就顺势把七足一鼓 对 有个巧招过足 嗯 那红方也来不及了 只能这个冰五行一冲 嗯 然后黑方再出行一 这个红方可能就面丢死的危险 嗯 这个棋啊 嗯 走到这儿呢 再走两步行 红的就输了 对 就说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将呢 嗯 我们介绍一下的 就是说由于这个心理啊 是 心理边啊 有点坦克不安啊 对这个老牌冠军特大 然后呢 这个太紧张了 这个棋纯属发挥的呢 有点失常 其实介绍这盘棋 最主要的是 赵老师您跟我们讲的 就是说 在布局方面的选择 对 还有在中局这个 这个拐脚马 这个特点的选择上 所以我 还有这个船局啊 对 从这盘棋 受到一些启发 嗯 嗯 这个棋 这拱这个红方就丢死了 对 看这棋 因为你拼足 它足迹进一 这个这个将来 这个这个足迹进一 是挡不住的 对 你躲炮人家就推个马 你也不好下了 对 总之 这个棋就基本上 最后是走了几步 是吃掉这个马 然后它冰吃掉 它马七进五 然后它吃 这样子丢死了 他把这个中间紧掉 对 然后马一进三 对 这个棋的后边 我们不用摆了 后面就不给大家摆 因为这个棋 就等于是 黑方多子盛世 对 尽管红方又去 顽强了这一些招法 但是终究呢 少于大子 不得不败下战来 那么本次预选赛的向甲 最终的结果呢 是湖北队 然后深圳队 还有江西队 江西队呢 可以合合 首次呢打入向甲 对 那么江西队呢 在这个向甲的 前面的表现当中呢 还是有非常出色的发挥 以后再给大家介绍 一些精彩的对聚 对 应该说 今天的向甲呢 开战了呢 这个还是精彩分成的 对 各个队伍呢 相差的距离呢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所以也期待着我们的向甲呢 能越来越精彩 是 好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